如果你要引用那个application 特别是在VBA里面引用 ecell里面的所有函数的话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 当然有些东西可能还是要参考一下ecell 理论上也就是说 可以达到就是1加1 大于2的这种结果 因为等于是说你除了可以用 VBA本身的函数之外 你也可以去用到 这个ecell里面250几个函数 都可以拿来这边用 OK 不过这个方法2的话 不见得 其实这个做出来的结果 也会跟刚刚是一样 所以其实可以斟酌 因为我觉得不然的话 你就把那个资料 输出到那个公式里面去 用方法1 这个方法1也是OK的 这个方法跟这个方法结果一样 就各位再选一下 另外还有一点 因为之前有同学问 他就把这个字串 丢到不是储存格的地方 他希望得到结果 会得到结果吗 当然不会 OK 特别重要 这个公式 你只能丢到储存格 他才会得到结果 如果你丢到非储存格的地方 或者丢到一个变数里面 他不会给你 像之前有东西 就把这个什么 前面改成什么 改成A之类的 然后A丢这个东西 那当然A里面就不会是 什么呢 那个排第三个公司 一定要是Range 或者Sales 否则他不会把这个结果 吐出来给你 OK 一定要是丢到储存格里面 有点像是这样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储存格 有没有 输入这个资料 他才会showork 比如一定要在这个 某个储存格 输入一个公式 打个勾 他才会得到结果 所以特别是 一定要丢到储存格里面 这个也是规则之一 大概是这样 所以细节部分也许 可以在自己再做个变化吧 或者工作上 有没有类似的应用 你可以拿来用用看 最后记得你把它关闭 他问你要不要存档 当然是 这个一定要记得按否 你按4的话VBA就不见了 否的话 一定要存档类型 改成启用具体的活页簿 再储存 你不要选择4 你选择4的话 那就完蛋了 因为VBA就全部消失了 记得不要存错档 因为这个我好像之前 跟各位提醒过 但是还是有同学会忘记 忘记的话 那等于就是 那些东西都不见了 储存 记得否 然后存档类型 启用具体 我也把它储存一下 最后还剩一些时间 我们大概把 另外还有一个 刚刚是sum sumif 那tons的话 也是同等重要 它是算几个 sumif是算里面的加总 只要是数字加总 但是如果不是数字的话 我们就算有几个 比如说这里面有多少个数字 那不是数字就是这个文字 这个不是嘛 那这个就没有 所以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是数字 那你就不可能一个慢慢数 所以你可以插入函数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统计类里面有所谓的count 这个count的话 基本上它就告诉我们 计算范围中包含数字 关键count一定是算数字 所以我就给它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给它 它就告诉我里面有53个数字了 OK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另外讯息 这个范围里面 有多少个储存格是有资料的 那这个是没资料的 有多少个是没资料的 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一样插入函数 统计类里面呢 刚刚count的 你会发现count的a 就是有资料的 非空白 count的blank就是空白 所以你如果count的a 把这个范围给它59个 所以其实59-53的话 那意思是说里面有6个 其实是非数字的 有没有 有资料但是是非数字 因为这个53是数字的 所以里面有6个 是像什么代定 true 这个总共有6个 那里面是空白的 那又count break 有没有 那如果另外的话呢 假设说有7个是空白的 所以有跟没有加起来就66个 刚好就66个储存格 那当然另外的话呢 你可以用什么 count if 比如说我希望找到里面是数字 而且是大于30的 里面是数字大于30的 帮我找出来有几个 它回来会是几个吗 count if count if的话 range给它这个范围 然后criteria大于30 有没有 然后它一样会帮我加个自算符号 前后 这跟same蛮像的 里面有7个 所以当然你不用这样数 应该这个一个两个 三个 不过大概就 它会自动帮我把范围里面找过 ok 所以基本上主要是熟悉 count count a count blank 跟count if 这几个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透过这四个函数 帮我做几件事 第一个 也许黑名单筛选 所以待会请各位开启黑名单筛选 那这个黑名单筛选 顾名思义 这个是黑名单 意思就是说 这家公司 他的那个 这个什么呢 有email信箱 这些都是黑名单 有2223个黑名单 那这个时候这些人如果他注册的话 那一定不能让他注册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要必须查出 所以呢 有这些人来查询名单 kntr向下 其实1000个后面还有啦 我只是因为为了 不用那么多 资料太多1000个好了 假设1000个即将要申请成为会员的这个资料 那我要比对一下 这个资料里面有没有是黑名单的 如果有的话呢 帮我把那些黑名单列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我们常常做两个范围或多个范围的比较 有没有那那你以前如果用人工的方法来做的话很浪费 而且而且不不只浪费而且很容易比比错嘛 因为会漏掉 但是如果你今天用什么 用那个 Excel的话 有没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 可以快速的帮我把这件事情完成 那有没有什么函数比较快 那其实刚刚有讲到一个函数 其实用那个函数呢 就可以很快帮我完成 我觉得那个函数做什么呢 两个范围之间的比较 非常的好用 或多个范围的比较 瞬间可以马上找出来 比如说你讲 新版本 旧版本 到底差在哪里 对以前怎么比 慢慢两边这样切来就比 累死了 现在用什么 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快速完成 那请各位试试看 所以先试试看 就是刚刚的数学函数 我们刚刚是三米符这边切过来就可以 抗整 另外抗一符也许请各位自行练习一下 其实跟刚刚那差不多 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 并且想想看 黑名单筛选 如果两个范围 我想要查 到底呢 这个范围的资料 跟另外一个范围的资料 有没有重复出现的 如果有的话 帮我把那个重复出现的那些资料 帮我列出来 怎么做 这个也是 之前上课同学提出来的问题 因为他每天他都有大量需要查询的资料 那他以前当然就是用一些图法链钢的方法 我每天都 根本下班都不可能把事情给做完 他就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把这个不同的范围资料做一个简单比对 那最后并且可以结合VBA把资料顺便列出来就好 他后来学会之后 从此以后啊 真的 就 幸福快乐很多了 每天日子就很好过了 否则每天光要查出这些东西这些资料 那就是很头痛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说这些 这些 比对的部分每天都会有 如果说你用图法链钢慢慢比 当然也是比得出来 资料量少的时候还可以 但资料量一大的时候啊 你光要比这些东西 非常的头痛 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就可以交给 2005ene ESL remo vba o vba vba 以 cot vba 完成了